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刚才有一个口误 CRS的意思是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而不是Service 同时对于下个礼拜 2月4号的节目 有一个special time change的announcement 就是因为KTSF为了有播出 新年特别节目 2月4号礼拜六晚间的 娱乐漫谈改在10点半到11点播出 Rerun是在2月5号 就是隔天的周日的6点到6点半 重复播出 OK好 Philip你好 好 所以我们看一看 为什么这些 你刚刚李宁刚刚提到 为什么这些国家参与 很简单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缺裁员 然后通常要 像中国的理由是反贪腐反洗钱 是 他所以呢 要所有的制度要透明 所以呢 有些国家当然不是被志愿参加 有些是被要求参加 尤其像一些 offshore的一些国家 像瑞士 全部都在里面 哎呀 所以呢 这个 所以现在很多讲 未来几年离岸不再是一个好的规划了 因为你从免税的角度来讲 已经没有它的效果了 最重要的是说它追查它的来源 现在我想大概国内最最重要的是追查的资金的来源 我们看可以看中国一系列的一个条件 到处它做了哪些事情 第一个 中国为了防止外汇外流 所以呢在去年底公布一个法 所有中国公民不能购买海外 他会前到海外买房产金融商品购汇 然后包括保险都在内 他先立法告诉你说你不能走 因为不然没法可管 然后第二步呢 今年1月1号开始 中国说我今天开始要追查海外账户 超过600万人民币的 追到海外 如果中国人有海外账户 超过600万人民币的 美国答应报告吗 外国答应报告他 只有CRS 这是CRS 第三个 然后呢 对个600万以后 然后第二个先追600万以上 再追600万以下 然后再追来源 第三个呢 在中国今年9月开始要全球追税了 中国事实上也应该也要全球追税 第四个 第四步明年9月 中国正式成为CRS的member国 所以你看这一步一步的正在一步一步的走 这样的话 那我请问莉莉 你觉得中国要收集海外资讯 它不是靠肥咖 肥咖的原因是说 是为美国 人家回报给美国 而且肥咖是每一个国家单独跟美国签约 以中国跟美国现在的关系 容不容易签这个协定 不大容易 不大容易 所以我们常常说老大跟老二总会有一些 那好 所以呢在第四 等到他如果他收集资料 他靠什么机制来收集资料 就靠CRS了 所以CRS对中国非常是非常重要 他所有海外的这些CRS会员国 对他的存钱都会在海外了 事实上我甚至上我们来说 当这些资料搜寻好了以后 下一步来遗产税是不是就可以 往中作别了 哦呀 是 所以呢这些原因 所以为什么我讲CRS是不是来讲 有可能比FACA来可怕了 因为只要在 所以原来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 在香港在新加坡在离岸的钱 原来安全的钱现在以后还安全吗 哎不会了马上就变透明化了 所以我刚刚讲中国公民美国绿卡 FACA海外的钱FACA也管 美国身份住在中国 所以中国的税务居民 因为他现在还特别按照你的税务居民 你是当地税务居民都管 在海外的钱 中国公民只要在海外 CRS会员国都管 但是 但Lady你知道有一笔钱 什么身份都不管 是什么 所有钱在美国的钱 哦所以这个对美国反而是好事 为什么呢 所有的钱请问FACA管不管 管啊 FACA是管海外的钱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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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美国的钱呢 没有没有受影响啊 没受影响啊 那CRS美国管不管啊 美国不是CRS的会员国 事实上美国还公开表示过 他不会 他说我已经有了FACA 我不需要CRS 真是拽 所以呢我们开个玩笑讲 美国说我的人的钱在外面 钱人家要告诉我 但你们的钱在我这边 我不一定要告诉你 真是老大心态 所以呢 你觉得这对美国是好事坏事 好事 对最近我们已经开始接到 有些陆陆续续有在问啦 有些在香港钱啦 有些在新加坡的钱啦 事实上呢 开始已经陆陆续续要考虑往美国 并且都是大钱 所以呢 从长期经济来看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钱出不来 可能对长期来说对房产 美国房产了 将利息上升了 对房产了贷款会不会受影响了 会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的重点可不可以拉开一点 你要想到其他国家的钱 要往美国 来 好的 那在这种环境之下 Transpacific可以为大家做什么 好 我们在南加州有包括不不但包括做 人数保险年金 我们有证券公司有资产管理公司理财部门 这些钱呢 然后再来我们也有自己的贷款公司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可以帮大家搭配说 如果你钱给我一笔钱过来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怎么做安排 哪些做房产 哪些做保险 哪些做中间的做资产管理啊 做register invest advisor 做股票投资 我们可以全部都帮你安排好 bundle起来了 对 然后哪些要做传承的 我们可以完全完全照顾 在北加州呢 我房产还没有开始 但我们希望很快能开始 但不管贷款 事实上我觉得贷款另外一个趋势说 因为利息上升 本地APAPER贷款人会变少了 但是可能很多国内的钱出不来的钱 他用现金买的房子 他可能要重做贷款 嗯 反而这是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transparser最大的好处呢 我们也要告诉他为什么人寿保险是 房产如果价格已经高了 股票又不放心的话 人寿保险为什么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免税的投资规划 嗯 大家要想一想了 资产过来的时候 为什么保险不是一个很好可以放钱的地方 of course 最重要的 我常常跟这些新移民或准备移民的来讲 你们比我们好的原因说 我们投资保险的钱是税后的钱 嗯 那你们如果移民钱赚的钱 跟美国没有关的钱 你可以用pre-US tax的钱 来做insurance的话 将来成长还可以缓税 走的时候还可以做免税的 走的将来年纪大的时候 还可以做免税的退休规划 所以啦 走的时候还可以免税的 免所得税的保险理赔 嗯 所以呢 这是不是一个最好最好 park的规划 very outstanding 非常好 解释的太精彩了 谢谢Philip 所以在我们的观众群里面 如果大家想要换合作伙伴的话 请跟现在荧光屏上打出来的联络方式 来联络Philip 感谢你 所以为什么强调一次 CRS对美国是很大的好事 太好了 哈哈哈 大家千万不要怕 因为对美国反而是有好处的 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新年快乐 下礼拜2月4号 娱乐漫谈两次播出 2月4号晚上10点半到11点 2月5号6点到6点半的重播 再度与您空中见面 拜拜